那么我们现在看 由它的四个法拉第定律的四个式 而Max Equation里头的四个式子 可以导出电磁波 不过那个是要用微分的式子 微分式子才能够导出来 但我们现在只学了七分式 没有办法导 那我们书上去用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把已经导出来的 这个电磁波里头的电场跟磁场的 它的函数 先写出来 然后带到法拉第定律跟安培定律里面去 看看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式子 能够满足的话就表示说 这两个以亏讯 这两个函数确实是它的解 就好像我们以前解这个 Simple Harmonic Motion 我们也没有解那个微分方程 只是说它那个标准的维分方程 它有一个标准的减血运动的函数 那我们把那个函数形状记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说当我们解出这个 电磁波的时候 它的电场跟H场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假定说 这个电磁波是朝X方向行性 朝这个方向行性 然后电场呢 电场它只有Y分量 H场呢 这个时候呢 就相对于这个Y分量的电场 跟它在一起的磁场 就是Z方向 Z方向 当然你这个电场不一定只有Y方向 它还可能有Z方向 不过我们先不管 先不管别的 我们只说 现在我们只讨论一种 电磁波朝X方向行性 电场的分量是朝Y方向 H场的分量 不是B场 B场是朝Z的方向 那么它的函数呢 就是这个形态 你看这个形态 跟我们以前的弹性波 非常非常的相像 对不对 这里头这两项看起来几乎都一样 就是这个 弹性波的话 这个是用YM 就是直点振动的最大的位移 它现在不是振动 它现在是电场 电场 它不只有一个电场 它还有同时有一个磁场 那就是磁场在这个地方变化 磁场在Y方向变化 这样子震荡 这样震荡 最大的电场是EM 这就是它的电场的振幅 B场就在这个面 这个面变化 那么最大的磁场 EM就叫做磁场的振幅 我们认识我们认识这两个以后 我们看它的波是这样子的 电场它都是朝 不是朝上就是朝下 半周期是朝上 半周期朝下 半周期朝上 半周期朝下 那么磁场呢 就是水平的 一下朝正Z 一下朝负Z 这个半周期朝正Z 这个半周期朝负Z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 各位一定要记住 就是电场是Y方向 B场是Z方向的话 我们把右手拿出来 你把这个手指头先伸向E 歪走 再往Z的方向弯曲 就是B的方向弯曲 那么大拇指的方向呢 就是X的方向 就是波的行进方向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那么我们看呢 在这个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电磁波里面 就是在这个真空 或者是纯界电子里面 传播的电磁波 它的电场跟H场 都是同向 你看 这是Sine 这个也是Sine 里头的Face完全一样 同向 就是说电场最大 磁场也是最大 电场等于零 磁场也等于零 是这样子的 这个要记住 那么电场跟磁场 正好是 加90度 就是跟 跟这个 EY在一起的电场BZ 它是Z的方向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说 好 假如这两个是它的 波函数 波函数 那么这两个波函数 它一定满足 满足这两个式子 这个就是Maxwell 后来推广的安培定律 这个是原来的 法拉第定律 一定满足这两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 它那个满足这两个式子 那么我们就看看 电场跟B场之间 也就是EM跟BAM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有怎么样的关系存在 还有就是 电磁波的波方程 它是一个微分方程 跟我们一针弹性波一样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结果不是我们导出来的 结果是用微分 微分的这个式子导出来的 不我们先用它 你把它带到这里去 它一定满足这两个式子 你们自己带来看 那现在我们就从 把这两个式子 带到这两个式子里面去 看看EM跟BM之间 有什么关系 还有电磁波的波方程 是怎么样的 好 现在我们看 电磁波刚刚说 朝ZX方向行进 比如说电波 它的半周期是这个样子 相对的这个磁场的波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假定 这个波传到P点的时候 P点的时候 那在这一点的地方 它的磁场是朝这里 因为电场是朝这个方向 磁场朝这里 那么在这两边 这个E E到这边的话 它经过一个DX这个长度 于是电场就增加了D1 因为你看这个Curve 是比较大的 到这里是越来越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场一定大 这个电场大于这个电场 我们就假定 这边是E加D1 这边是E 现在我们来看看法拉第定律 在Max Equation里头 法拉第定律 就是用法拉第的积分式 我们也可以写成法拉第 这边就是等于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的复制 就是法拉第原来的那个形状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电子波传达P点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 做一个封闭路径 等于等积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圆了这样的方向 因为你的B场是这样子的 B场一定要跟这个面积 向量的方向一致 面积方向的向量呢 那要看你这个 这个积分的方向 积分这样子的话 面积向量才是朝这边 因为我们需要B场跟面积向量 一样去这样子的 所以电场就是 这边 就是它的路径是这样子的 路径是这样子的 积分的 但是电场这边 一加第一这边是一 好 我们先看左边 电场的Closed Path Antigal 你真的积分 积一圈 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一加第一 它本来要 DL 这边的一个小的一个路径 积分 从这里积到这里就是H 所以它是一加第一 乘上H 那这边呢 一跟DL方向相反 所以它是负的 所以积分就是在一乘上H 至于这一边呢 因为你DL是这样子的 电场都是垂直的 那么所以它DOT以后是零 所以这个积分呢 就只有这两项 这两项 化解了就变成HD1 穿过这个长方形的 这是左边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磁通 磁通等于什么 等于这边的磁场 乘上这个面积 因为这个 这是DX 非常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距离里面 非常地变化 不显著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长数 所以这B长 乘上这个面积是什么 H 乘上DX 好 这两边相等 对不对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边 这个是这边 这是法拉第定律 好 我们现在把它 带到这个安培定律里面去 因为 这个电场跟磁场 同时要满足 法拉第定律 同时也要满足安培定律 那现在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导出来的 这两个 带到这个里面去 好 那么 我们 首先看 我们先看这个 先带到 应该带到这个里头去 我写错 这个写错了 B 应该是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式子写错 带到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去 好 那就左边是这个 右边呢 是这个 负值 在DT 因为这两个 都是常数啊 所以呢 不是 这个 这个长度是我们取的了 取的 这个是常数 那么这个B场 它是在变动的 B场跟电场 都是在变动的 所以呢 你要这个D5 over DT呢 那就是DB over DT 好 那么 这一边 我们就把DX乘过来 这个H消掉啊 D1 over DX 要等于DB over DT 那这个呢 这个地方是用 一般的微分 可是我们知道 电场跟B场啊 它不只是空间的函数 也不只是时间的函数 它是空间跟时间 两个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在微分的时候 对X微分 对T微分啊 我们都需要用 偏微分 偏微分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哦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再把这两个equation EY跟B 对X跟T来微分 你看E 对X微分 Partial E over Partial X 那这个Partial的话 对X微分 就K拿出来了 是KEM 自己变成Cosine 对不对 那这个对T做微分的话呢 这个对X微分 这个对T微分 T微分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把 Fu Omega拿出来 这样子的 然后 把这个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去 刚刚我们不是得到 这样的式子吗 对不对 得到这样的式子吗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导出来是这样子 带进去 带进去 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是这一下 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是这一下 于是你看 这个Cosine 的角度 跟这个Cosine角度 可以约掉 所以呢 EM over BM 就是Omega over K Omega over K 等于什么 等于波的传播速度 对不对 弹性波里头就是 这就是波的传播速度 那现在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我们发现在 在真空里面 它是C 我们用C来表示 电磁波在真空里面的 传播速度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 这个跟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EY over BZ 这两个比一比 这种是EM over BM 就是等于C 那就是说 电场 跟H厂的 大小的 笔值 这个是瞬间值 瞬间值跟这个 最大值的比值 是一样的 就是等于 波的传播速度 这个推导你一定要会 考试都会考这个东西的 C 就是电磁波在自由空间 就是真空里面的 传播速度 那么我们再从 Ampere Maxwell定律 本来还有一个 μ0i 但是在真空里面的 没有i 没有电流 所以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就等于 电通量的 时间变化率 E dot A就是5 OK 那是part 5 over part t 我们就写成 D1 over dt 好了 好 现在我们还是 把电磁波 传到这个地方来 传到P点 那现在我们看电场 电场是朝上的 对不对 电场朝上的 电场朝上的 那我们现在看它的 我们现在把 要做这个气氛 这是B场 做一个封闭路径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这个封闭路径 我们还是取A B C D 那这边到这边的长度 是H长 好 那么这个积分的方向 各位要知道 就是这个方向的话呢 那这个方向就是它的面积向量的方向 面积向量我们是要取跟E同方向 所以积分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但是H长 你看在这里 H长比较 这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所以靠这边是B的话呢 那么靠这边就是B加dB 好 那么我们就看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B加dB DotDL积分 即这个路径 因为这两个相反 所以就是负质 积分的话呢 那就是路径长 就是等于H长 路径长积分好了 这边呢 B长跟路径的方向相同 看到没有 所以是正的 B.DL积分就是BH 这两个化解一下 就等于负的 HDB 这边等于负的HDB 穿过长方形面积的电通呢 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电场 乘上这个面积 因为我们把这个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 所以在这个方位里头 电场的变化不显著 我们当作是常数 就等于E乘上HDX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是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好 都这个 左边是这样子的 右边呢 μ ε0 然后这个 维分 这个维分 维分 就是D1 over DT的 H DX还在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里头的H约掉 H约掉 那我们就得 partial 我们把这个 马上就把它改成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BX over partial X partial B over partial X 那等于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就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然后 我们再从这个地方来看 刚刚是说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要等于partial B over partial X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对T来做偏微分 负Omega拿出来 这个对X做偏微分 K这样 这两个 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个负值 等于这个值 乘上mu0 ε0 那么我们就得 得到 这样的一个式子 你看 这个 负的 要等于 负的 这个是负的这个值 所以有个负的 负负把它消掉 cos也消掉 最后我们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em over bm 又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是等于 你看 就是把这个比一比啊 它变成这个 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k over c是什么 k over omega 刚刚不是说 它等于 omega over k是c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c分之一 c分之一 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前面 刚刚前面导出来 em over b是等于c 这个是c 这个是c 那c要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c c等于这个 那c乘过来 我们就得c平方 等于m0y0分之一 那c呢 就等于根号m0y0分之一 这个开根号 这个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这个10的负4次方 负10的负7次方 这个是 这个是等于多少 8点 这个就是等于9乘10的9次方 9乘10的9次方 结果是这个 这就是 电磁波在真空里面的速度 也就是光速 这个推倒也很重要 我们可以导出这个光速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 我们看看 e跟b的关系 有这么密切 刚刚导出来这个关系 现在我们要看 电磁波 电磁波 它的电场 它是x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么这个破函数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磁场也是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有这个结果吗 对不对 好 这两边 都对x来做 再做这片位分 这做片位分就变成partial平方e over partial x 平方 这个就变成partial平方b over partial x partial t 然后呢 我们也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式子 两端 对t来做 这是对x做片位分 刚刚也有这个式子 对t来做片位分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把b消掉 就是说 这个跟这个完全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就这个就等于这个了 这个就等于这个了 于是我们就得 partial平方e over partial x 平方 这个等于什么 c平方分之一 因为c是等于 根号 μ0 ε0 分之一 这个就是 波还方程 电场的波方程 好 磁场呢 那我们才是把 这个等次 对t做片位分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等次 对x做片位分 然后呢 把电场消掉 电场消掉 电场消掉 那我们就得 partial平方bx 要等于 μ0 ε0 把这个等于这个 带进来 就等于这个 两边的负号消掉了 好 那么你看这个 也是c平方分之一啊 这个就是 b磁场的 电磁场的波方程 你看这两个方程就导出来了 他可能会叫你导这个东西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两个方程 是电磁波的波方程 wave function 好 现在我们看电磁波 它的能量 传输 波是用来传播能量的 你看它起起伏伏 后变大后来变小 那个没有意思啊 主要是看它 它能传播能量 你能不能算出来 它怎么样的传播能量 对不对 好 那么电磁波 当然它就传播电磁能了 电磁能就包含 电能跟磁能 电能密度是等于这个 二分之一 Y0 一平方 磁能密度呢 是等于这个 这个我们前面都学过 都学过 好 我们将这个结果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得 比如说UB 是等于这个 然后B呢 是等于C分之一 所以就可以化成这样子 化成这样 而C呢 C平方是等于 μ0 Y0 μ0约到去变成Y0 而这个呢 正好是电场的电能密度 所以磁能密度 跟电能密度 是一样的 相等的 这个要记住 电能密度 跟磁能密度 是相等的 所以电磁波里头 它既然还有电能密度 又还有磁能密度 所以它的总的 能量密度 电磁波的总能量密度 就是等于 这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两倍的这个 就是Y0 一平方 OK 好 电磁波在TD DT时间内 穿过面积A的电磁能 就说 现在有个电磁波 穿过来了 它DT秒里面 垂直穿过面积A的 这个能量 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这个 电能密度 磁能密度 这是电能 就是 它现在 面积是A了 垂直穿过它 A乘DT就是体积了 A乘DT就是体积了 那么 这就是 A乘DT就是体积 然后乘上 电磁波的速度 不是 应该是这么讲 A是 面积 然后电磁波的速度 乘上DT 就是电磁波 行进的距离 行进的距离 乘上A 就等于体积 体积 所以电磁波在DT秒里头 行进了这么大一个体积 这么大体积里面的 总的电磁能量 就是这个能量 这个加强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电磁波 DT秒 垂直穿过面积A的电磁能 是这么大 那么现在我们有个定义 电磁波 在DT的时间里头 垂直流过面积A的能量 称为功率流 叫做Power Flow Power Flow 你看能量 DT秒里头 垂直通过它 我们用这个S来表示 功率流的大小就是等于 有这么多能量 应该是说 它单位体积 穿过的能量 我们现在这么看好了 这个是什么 能量 能量它跑得DT秒 DT秒就相当于 每一秒有多少能量 这就是功率 对不对 功率 这个功率通过这么大的面积 那就相当于 每一个单位面积 有多少功率 每一个单位面积 有多少功率 所以它就是Power Power OK Power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 把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算过了 DWEB在上面 它就等于这个 乘上AT 对不对 它本来是 Y0 1平方 乘上CADT 那被这个除掉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我们把里头的一个E 把它变成C 乘上B 因为 E比B是等于C 这个关系要记住了 所以它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写成这样子 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再把这个C平方 把它变成 根号 Mu 不是不要根号 C平方就不要根号 Mu0 Y0 分之1 然后Y 约掉了 就变成Mu0 这么大 Mu0 分之B 就是H 就是H 所以功率流 就等于E乘上H 这个很重要 这个 单位就是 单位 就是功率 被面积来除 单位面积有多少瓦特 多少瓦特 我们这里没有用向量表示 在电子学里面 这用向量表示 这里用向量表示 S向量 是等于什么 E向量 Cross H向量 H向量 或者是Mu0分之 E向量 CrossB向量 通常都用E crossH 那么我们现在 在我们现在这个课本里头 我们很少用H 都是用B场 那么 它的方向 我刚刚说过 这个功率流的方向 朝X方向行进 它正好是什么 E crossB E crossB 这就是电磁波的 传播方向 这要记住 E crossB 要记住 好 那么 所以 这叫做Pointing向量 我刚刚说过 它就可以等于 Mu0分之 E crossB向量 或者是 E向量 CrossH向量 这个叫做Pointing Vector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要记起来 尤其是E crossH 就是电磁波进行的方向 如果它问你 一个电磁波朝你那边去 电场是朝上的话 那一瞬间的H涨朝哪里 你比一比 你比一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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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 怎么比啊 伸出来 朝自己啊 不是 Po是朝自己 对不对 就朝左边 朝你的左边 H涨朝左边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例题 一个均匀的平面波 在某瞬间的电场 是100个Volts per meter 是求这一瞬间的磁场比 H涨朝的强度 还有磁能密度 总磁能密度是多少 还有它的功率流是多少 OK 那这个很简单 你知道E 在整国里传播速度 就是光速嘛 那B就等于 因为E比上B等于C 所以B就等于E over C 那你把这个除一除 它就变成这么大 单位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也可以写真Tesla 因为一个Tesla 就是一个Weber per meter square H涨 B涨知道了 H涨呢 就是μ0分子B 你把这个 μ0这个单 除一除 0.268个 Ampere per meter H涨是Ampere per meter的单位 那U 总的 电磁能 就等于 Epsilon zero 一平方 它是两倍的 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一平方 所以你这个都知道 带进去 它的能量就是 能量密度 就是8.85 乘10的乎8之方 Gear per meter cube S 是功率流 就是E乘H 你E也有了 H也有了 E也有了 那你乘一乘就是它 很简单 对不对 底下要介绍 电磁波的 Intensity 这个Intensity 它跟弹性波的 Intensity 定义相同 定义是什么 就是单位时间 垂直穿过 单位面积的 平均能量 就是单位面积 在单位时间 穿过单位面积的 平均能量 OK 那么我们知道 电磁波的强度 Pointing向量 像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Pointing向量的 平均值 因为这个能量 如果我们不要讲平均 能量 单位时间 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就叫做 功率流 单位 功率流 那现在平均能量 就是平均功率流 所以 Intensity 就等于 Pointing向量的 平均值 OK OK 好 那Pointing向量 我们 照前面 前面是没有这个 Average 它是1平方 那现在我们就改成 Average Average 好 那这个 平均值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 电场的平平方 积分 一个周期积分 然后被一个周期 二盘来除 OK 因为这个积分 那可以划成 画成背角 二分之一 Cosine的背角 那么 背角积分就是零 就剩下前面 二分之一 积分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的 EM 平方 背这个错 这就是 电磁波的强度 电磁波的强度 OK 好 那么我们又知道 E的RMS 就是它的 均方根值 电场的均方根值 是等于 电场被 根号二来除 或者是 EM 等于根号二的 根方根值 这就跟我们 电流 的均方根值 跟电流的 最大值 的关系一样 好 那么我们把 这个EM 用这个带 根号二 这个带 EM EM 等于 根号二的 ERMS 平方一下 就是二 二跟二 分之一 约掉 它就等于 C μ 0 分之 ERMS 的平方 你看 你这个用 顺时值带 也可以 顺时值 带到这里 结果就等于 是吗 RMS 值 然后我们看 这个电磁波 我们电磁波 通常 我们发射天线 发射出去的 电磁波 如果距离我们 很远很远的话 我们接收到 这个波 这个波 通常 它就是一个 球面波 球面波 OK 那球面波 它的强度 是跟它的 它的 intensity 强度 是跟它的功率 强度 是跟 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功率了 power P就是power 这就是面积 球的 球面的面积 所以 电磁波 它的功率 是随着 R的平方 d减 因为它是 球面波 但是如果你是 雷射光束的话 那我们 妈妈活活把它 当作是 平面波 这个时候 就跟 距离无关 这个就跟 弹性波 里头的定义 一样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例题 北极星 与地球的距离 是431个 light year light year 就是光年 光 走一年的时间 在真空里头 走一年的时间 就是这个距离 它是431个 光年 这么长 北极星 跟地球 有这么长 431个 光年 北极星的 电磁波 发射功率 是我们太阳的 这么多倍 2000多倍 太阳的 发射功率 告诉我们 是这么大 太阳发射功率 若被大 如果说 太阳 它发射的辐射线 到地球 我们大气 有吸收一部分 现在我们假设 这一部分都不算 漫漫糊糊糊 就不济了 大气吸收 就不济 就是它发射 多少功率 然后到地球来呢 地球的这个 大气没有吸收 好 那问 北极星的星光 到达地球表面的时候 电场跟磁场的 均方跟值 是多少 首先我们看 发射功率 太阳是这么大 北极星是 它的2000多倍 2000多倍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强度 这个强度 就是 它到我们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的强度 它等于发射功率 是在它自己的表面 在这个星球的表面 北极星的表面 它到达地球 要传播好远 对不对 这么远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带进来 I 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它是等于什么 ERMS 平方 over Cμ0平方 所以这个式子 你要记住 我们要用它 这就是 我们在地面上的 这个 被造射到的 这个地方的 电场的 均方跟值的平方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得 ERMS 要等于 你把这个 这两个式子 把这个 乘过来 OK 把这个数字 带进去 数字带进去 P2 P2就是 是PS 应该不是P2了 打错了 PS 2.2乘10的 3次带 乘3.9 然后再乘上光束 乘μ0 4π 4π 这个 R就是 431个光年 一个光年的距离 走一年的距离 差不多这么多 这么远 OK 好 那么 除一除 就是 1.3个minivolt per meter 这个是 电场 电场我们有时候 使用volt per meter 做单位 它就是minivolt per meter OK 然后电场有了 那B场就是 有这个关系 B场 这里应该用 RMS ERMS over C 把这个带进来 4.1个 这12次 负12次 Pico Pico Tesla 它的单位是 4.1个 Pico Tesla OK 好 现在我们看 肤色压 光 弹性波 告诉我们 它除了 可以传播能量之外 还可以传播动量 可以传播动量 那阳光也是一样 它有能量 它传播能量 它传播能量 比如说 它晒到我们皮肤 太阳光晒到我们皮肤 会有热感 但是 光波晒到我们的皮肤呢 你有没有感觉 它在推动我们呢 它是有推动我们 我们不感觉出来 因为这个 它的动量非常小 这个力 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力 我们不感觉出来 那么我们看光 现在我们证明 光它具有波动跟指点的 双重性质 两种性质它都有 因为光它有波长 有频率 所以它是一种波动 可是它呢 是指点的话呢 它就有能量 有动量 有能量 有动量 那这个能量跟动量的关系啊 我们先借用一下 量子力学 量子物理里面的关系 量子物理就告诉我们说 光呢 它好像是有 指点一样的一个 光子 光你说把它当作指点 你根本没有办法像 我们平常的物质的指点一样 你可以收集起来看得到 这个看不到 光子就是一个指点 它的能量呢 用Eph ph就是photon的意思 photon的能量 这个E不是电场 能量 它的动量 用P来表示 然后那个量子物理就告诉我们 光子的能量 跟光子的动量 有这个关系 光子的能量 等于光子的动量乘上光束 所以P呢 所以P呢就等于Eph over C OK 现在我们就把光子的能量 就当作是我们电磁波的能量 当作电磁波的能量 OK 所以当物体的表面将电磁波的能量 完全吸收的时候 表面所受的动能的动量的改变是这个 那就是说这个能量跟动量之间的关系 能量改变跟动量改变的关系 跟这个关系一样 就是这里加个Delta 这里加个Delta一样 那就是DeltaP 要等于DeltaWeb Web就好像是这个 被吸出 这是完全吸收 就是说这个太阳光照到这个物体上面 这个物体把这个阳光完全吸收 就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说这个太阳光被照射到某一个物体 它的能量是这么大 但是全部都反射了 这物体没有吸收 全部反射了 这个时候的动量 就是全部吸收的两倍 因为你撞到它 有动量 对不对 然后反弹回来 又给这个物体表面一个动量 动量的变化 所以两倍 两倍 完全反射是两倍 这个要记住 如果强度为I的电磁波 垂直照射到表面为A的物体 连续照射的时间是DeltaT 那么物体接收到的能量 能量 这是功率 功率要成体积 功率 现在我看看 这是不是少了一个 这是强度 OK 强度 强度 强度没错 强度是等于 能量 单位 面积 上面 就单位时间 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 A跟DeltaT 乘到这个来 就是I乘到这个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物体表面所承受到的 力 力 力就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如果完全吸收的话 那这个就用完全吸收的动量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动量 完全 就是 我就用这个 就是DeltaP DeltaP就等于DeltaW over C 然后把这个带进来 就是这个 完全吸收 如果完全反射的话 两倍 两倍 就是这个 完全反射 所以物体承受到的辐射压 这是力 这个是力 单位时间 表面上所受的力 它的压力 现在就是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所以我们再把面积除过来 完全吸收的时候就这么大 完全反射的时候 是两倍的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计算 距离 500瓦 1.5公尺的地方 的辐射压 我们假设灯泡 向四面八方 均匀发射 就是说 它好像是一个点光源一样 而照射物体的表面呢 能完全吸收辐射线 就是完全吸收的 状态 那么我们看 I 等于P over A 这是 以这个电灯泡为球星 距离它1.5米的 球面上 这球面就是 就是一个 它的球星就是这个 电灯泡 它的power就是 你看它是500瓦 500瓦 这是在光源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定值 经过1.5米以后呢 那这个 就要 被这个面积来 它的光波 扩散了 这个除出来就等于 17.68个 瓦特 所以距离灯泡 的辐射压 带到这个公司里面去 这等于这么大 OK OK 谢谢大家